而這種教訓已經 我個人認為已經內化成為 中國急於改變自己 勇於改變自己 全民都要改變自己 這樣的一個巨大的力量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東 在今天節目中為您請到的是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和您見面的 我們節目中的一位好朋友 那就是楊凱皇 楊老師 楊老師在今天節目中跟我們談一個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談中國決體的內生動力 講到這兒就把楊老師請入我們的畫面之中 楊老師打字招呼 非常謝謝 非常歡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您的邀請 不敢當 這是我們的榮幸 是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最近 東美之間在安克拉治的那個會談 那很多的這個報導都說明 就是中國在作秀 或者也有人認為這是美國在作秀 但是在我看起來 如果從中美的這個政府的制度面的設計來看 應該美國作秀的這個心態會比中國作秀的心態來得重 因為美國是四年一次的選舉 然後呢 美國現在又受到國內這種反中的這個氛圍的影響 所以在7400萬的那個反對者的壓力之下 所以布林肯不能不表現出他們也反中 而且他們的反中更有效 所以他一開始起來就想說用一個壓制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除了是美國最近政治氣氛的這個結構之外呢 也有這個制度面 那什麼叫制度面呢 這個制度面就是說這個拜登總統呢 面臨的是四年要交出政績的這個壓力 所以這個四年他如果沒有拿出一個讓大家朗朗上口 記憶鮮明的這種政績的話 那他下次不管他選不選 那民主黨再怎麼選 而且就會被這個特朗普那邊坐實 你就是親中 所以我覺得這個更 從制度面來看可能更加清楚 那麼回到我們來看 如果要從制度面去了解中美雙方的這個政治 政府設計的不同的話 那這個政府當然是大的 這個政府包括行政機構 立法機構 以及政黨政治這些都包括在內啊 這樣的設計其實中美兩邊呢 有很大的這個不同 我們先談一下就是像在兩會期間呢 我個人注意到三個很小的這個報導 這個報導呢就凸顯了這個中美在政府政治設計的制度上 中美兩個國家對政治的概念是南遠北側的 相當不同的 相當不同的 我舉幾個例子 特別是在兩會期間呢 有三個信息 第一個信息就是 中國的環球時報報導了美國的一個電視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面呢 節目的來賓告訴主持人說 中國的官員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都是理工出身的 都是理工出身的 那這個主持人非常訝異 這第一則新聞 那第二則新聞呢 就是這個觀察網報導一件事情 說這個李克強總理啊 用了一個小時做政府工作報告 然後呢 人大大家都就開始來討論 開始朝著這個目標來議論 反過來呢 拜登總理為了他1.9萬億的這個紓困方案 花了12個小時 在美國的這個參眾兩院裡邊 特別在參議院裡邊 吵了半天 然後才這個有條件的通過 這第二則消息 第三則消息呢 是這個中國的政協委員 電視上非常著名的一個電視人叫白岩松 他就在媒體上公開講這個中國要經得起罵 中國現在呢 從過去的挨打到後來的挨餓 那麼現在呢 中國已經到了挨罵的時候 所以中國要經得起罵 才能成為一個大國 那麼這三則的消息呢 正好我們可以扣進中美的這個政治制度裡邊呢 第一個消息 講人才 講這個政府官員的這個素養 這是行政部門 它的執行力 第二個呢 是講政府行政部門跟立法機構 或者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 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 第三個呢 是政治協商 這個是美國沒有的一個這個制度 但是政治協商呢 它突顯的突出的是什麼 是中國的政黨政治的設計 跟美國不一樣 跟美國不一樣 然後我們回到第一個題目 第一個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講的是人才導向的問題 人才導向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為什麼 我們一般來說 從這個十六 十七世紀以後 這個聰明的人都是研究科學的 理工科的人特別的這個特別 特別多 我們大致來講 那種第一流的人才 那麼如果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 那麼第一流的人才 要麼做科研 要麼進這個商業社會 商業社會 大概理工科的要去做公務員 或者去政治很少 因為它兩個思維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理工的人才呢 它很不容易shift到這個政治的這個約束 或者政治的這個框架裡面去 那我們相反的看到 中國的這個重要的人才 很多時候會被吸納進 政府的這個框架裡面 管理的人才 金融的人才 大部分都被吸納進去 而美國不一樣 所以從人才導向來講 中國政府往往 他的政治設計往往是能夠網羅他自己國內一流的人才 去進行政府的管理 進行這個對為老百姓來做事 而美國政府的這個設計比較難 因為它是資本主義 一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兩種人才 在這個制度裡面會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理工科的人才啊 最明顯的一個特質就是問題導向 他碰到什麼問題 他就去思考怎麼去解決它 怎麼去解決它 相反的呢 如果我們說 美國的或者是民主民選出來的這些領導人 他們多一半是法律人才 法律人才啊 他是好辯論 好推卸責任 好這個打贏這場選戰 所以這兩個呢 這個基本的在這個面對問題的時候 基本的出發點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那麼這也是中國 為什麼能不斷地去克服困難 然後把危險轉成機會 把危機轉成這個大的機遇 不斷地這個去做 所以它一次一次地碰到問題 一次一次地去解決它 而美國碰到問題呢 就想這是誰的責任 把自己責任偏清楚 另外更嚴重的就是說 因為美國是選舉上來的 所以它的這個政治人物的導向 是以慎選為目標 以慎選為導向 而不是以問題為導向 這是第一個 在行政的部門裡面呢 政府的設計 會使得國家裡面的人才導向 會出現巨大的這個不同 而這個巨大不同呢 也就是國家的力量 表現出來的力量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所以美國設計法律也好 設立法規也好 會非常的周延 然後法律的解釋權也在美國人手裡 你不聽它運用軍隊就制裁你 所以它就可以顯得很霸道 很霸道 但是中國不是 中國是默默的 有問題 解決問題 然後不斷地往前 往前去 這是第一個 在政府人才方面的這個不同 第二個 就是在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這個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 雖然剛才我講那個信息 這個觀察網 它那個比喻我認為不恰當 因為這個總理做的一個小時的政府工作報告 事後呢 人大還在討論 要討論好幾天 然後還要修改 然後才還會把它拿出來 而這個美國這個是一個法案 是一個政策 這個政策希望拜登總統希望趕快能夠通過 趕快能夠通過 那當然這裡面要討價還價 但這裡面凸顯的不同是在於說這個中國政府的設計 是行政與立法機構大家目標一致 是一個合作的不同的角度來完成一個目標 完成國家建設的目標 所以雙方是合作的 因此呢 我們沒有看到過任何一次人大的報告去推翻 人大的這個討論去推翻政府的工作報告沒有 只是修補 只是強化 只是改正 只是改正 但是在美國這邊就容易在公開的場合之下 這個很容易就會這個去推翻 因為你做好了 我就沒有機會 民主黨做得很好 把1.9萬億推出去了 老百姓受賄了 老百姓不會感激共和黨 他會感激的是拜登 所以他為什麼要讓你 感激你 那我一下子還選什麼 對吧 所以他中間的設計理念是制衡 是制衡 中國政府希望的政府是能做事的政府 美國政府的設計是希望政府的權力不要太大 否則會干預到人民的自由 人民的權利 這個是很不同的一種政府理論 理念的這種設計 那麼這也就凸顯中國政府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去推動 而且比較容易透過不同方面的 地域集團或者不同的派系去補強他的目標 讓他的目標從大的目標到目標的執行 都能相對來講不斷地得到修正 得到補救 而美國的先要吵架半天 吵架完之後恐怕時間 時間也過了 然後效率也打折 因為一吵架完 就要不斷地修正 修正到最後 也許可能完全做不了 比如說您好像在加州吧 加州的那個高鐵到現在為止議論了11年 無疾而終了 沒有了 這個都是政府設計的理念如果不一樣 它表現出來的政治績效 表現出來的國家建設就會不同 它就會不同 這是第二的 第三個剛剛講白岩松它涉及到什麼 其實涉及到的是政黨 我們可以看到白岩松會在政協裡邊 會規勸政府要有愛罵的這種包容度 要有這種氣度 要有這種氣度 那麼這個凸顯這個中國政府的政黨設計 是在制度內大家去爭吵 大家去謀求一個最大的共識 但是在制度外呢 就是一般人所印象中的 你領導人一個人說一句話 這個大家都要執行 其實他的領導人在說這句話之前 是有很大的妥協空間 有很大的妥協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都走完了 他才公開出來 美國政黨是相互的搶奪這個政權 那麼也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中國為什麼能夠用短短的70年 或者我們說改革開放之後的40多年 能夠走完西方從農業社會 工業社會到商業社會 到現在資訊社會 這個幾百年的歷史 而中國的這個建設呢 這個40年的時間 從農業社會進步到現在的前資訊社會時代 資訊社會時代 所以這樣我們要認識這個中國的時候 我們就要了解 由於這樣的一套制度設計 它所內生出來的這種動力 就非常的值得我們去進一步去探討 那我個人看起來呢 這個由於這樣的一套政治制度的這種設計 然後經過70年不斷的磨合之後 磨合之後 中國的這個往中國崛起也好 民族復興也好 它的內生動力大概有三個 大概有三個 一個呢我稱之為叫經驗力 就是Historical Experience 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歷史的這個民族 所以歷史給它的這種教訓 它是記憶深刻 而且把它轉化成為 這個內化成為一個求變求新的一種基因 所以所謂經驗力就是向時間吸取教訓 吸取教訓 那麼中國大陸啊 它不但是從中國三四千年的歷史 不斷的去積累它失敗成功各種的經驗教訓 它從中國近代史 就像楊潔篪在安格拉治的會議上 中國人吃洋人的苦還少嗎 那麼主要吃洋人的苦就是這幾百年 一百多年一百二十年的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對它來講 我們為什麼吃苦 我們如何才能不吃苦 那麼這個就慢慢的就變成中國的一種 要強迫自己要不斷改革的一套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 那麼第三呢中國還會 中國共產黨還會從它黨的 這個從革命黨 如果實現說 一個有不在嫁的 那一套歷史記憶 你給我們 這個時代 陸了 你怎麼回家 還沒發現 這樣 讓我相信 我們有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